谢谢发言人 关董事长提问 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消息 18日上午 深圳日本学校的一名学生 遭遇一名男性 袭击被刺身入院 请问发言人能否接受 该事件的更多细节 另外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期 针对在法日本学生的袭击 中方如何看待这类事件 是否认为次类事件 还是偶发事件 9月18日上午 深圳日本人学校 一名10岁的学生 在距离学校门口 约200米的位置 被一男子刺伤 受伤的学生 第一时间被送医 并在全力抢救中 凶手已经被当场抓获 案件目前还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 中方将继续采取 有效的措施 切实保护 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要继续采取 到此事件的 刺激 刺激 18日上的旗期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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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始终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士来华旅游、学习、经商和生活 将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在华的外国人的安全 下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追问的问题 前一年有一个公司的措施保证件 在一个公司的网上 对着两个人在苏州 现在日本的冒险说 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识续采取得到这个案子 是中国政府的预防保证件 是要保证到日本政府的预防保证件 把所有的措施保证件都得到 在这些图表上 关于你提到此前早些时候的相关的这个案件 我想当时我们已经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在这里呢 我想再次重申 这次发生的有关的这个案件 目前中方的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但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 我们始终欢迎包括日本在哪的各国人士 来华旅游 经商 学习和生活 也将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 保证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关于苏州的这些案件 我想当时我们已经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我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那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